像華燈出什麼啊 其實早在可能十幾年前就演過類似的題材 只是那個時候是演 新大班那個時候的 對 五小姐 那時候就是跟宅宅啊 周玉銘還有 還有范冰冰嘛 所以那時候在看華燈出上也會想像說 如果自己真的也可以演 眾多小姐之一的話 那自己會怎麼詮釋 我覺得那個阿忌耶 是喔 完全不像 就是要 不是 就是要跳多大家的想像啊 我覺得太 可能大家對於楊千佩都太理所當然 譬如說製片的一些朋友 他就覺得我可能適合得演 主播 因為我的口條嘛 老師 我以前瑤瑤得金馬新人那個志氣 我也是演老師 就是都太理所當然了 就是有框架 對啊 有框架 但其實有一些比較搞笑 其實喜劇我以前在跟偉裝哥合作的時候 也還蠻擅長喜劇的 但大家現在對於我的主持的樣子 可能拿著麥克風 大家你好 歡迎來到什麼記者會 就會太有一個 覺得就千佩就是長這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今年度2022是想要做一些 跳脫框架的事情跟設定 所以你剛剛講到華燈 我可能一想 我就想到 就因為花子的角色 我覺得我演起來可能也就會 蠻理所當然長那樣 但是RG大家就一定想像不到 對啊 他的那個滄桑感啊 或是各方面 而且我覺得我年紀可能慢慢也到了吧 只是說 可能真的保養的還不錯 所以 我今天走在校園裡面說我40歲 我素顏的時候真的不會有人相信啦 像那天國哥來的少年年 我就真的會跟他分析 我就真的還分析的蠻細的 我連他們的可能劇情啊 敬畏啊 我都會跟他們討 我都會跟國哥討論 因為他自己這次是等於自編自導自演嘛 對啊 我就講得很細這樣 他就說 他真的 他覺得很開心很感恩 他說下次有機會 一定要一定要合作這樣 國哥你跑不掉囉 願意 看著我的眼睛 願意 國哥真的跑不掉 他覺得現在耳朵很癢這樣 就是你們學校現在有停課還是怎麼樣 沒有耶 但是他們很可愛 他們在學校真的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就是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出門在外 一定要洗手 所以常常譬如說我連在家裡喔 我就這樣 咳咳 他說媽媽 咳嗽請把你的嘴嗚起來喔 然後我就喔 好嚴厲 我說我在家耶 他說不管 嗚起來 再咳一次喔 我說喔好好對不起 對啊我就等於 我就 就我真的得再咳一次咳給他看 我覺得這就是聲叫 喔對不起媽媽沒有注意好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該他了 他也是 他要準備咳嗽 我就在看他有沒有 他果真啊 咳咳 這樣 就真的管得很好 然後 像最近連假 就帶他們去動物園啊 去外面啊 他們也在車上 我就說在車上可以 因為我怕太悶你知道嗎 我說來來來 就兩隻可以把那個口罩拿下來 不要耶 他說不行 老師說口罩都要戴著 這樣才安全 我說沒關係現在這車裡面 就只有我跟爸爸 然後還有你們兩個 可以拿下來了 不要 他就是硬是要 從頭到尾都戴著 然後我們來看 我們在家裡 然後